五种手法 五种手法由猿猴献陶 水上暗瓢 笛球 燕子取水 梨猫上树组成 贯穿炼枝尤为德法 如将以上诸法炼成一贯石 自然将人打得上射矣 但需先有较小的术石 然后有极大的展示 方能达此目的 第一手 猿猴献陶 猿猴献陶为全法身法之总要 其是为起而为起 占中央 两轴指在泪下藏 故曰权中之母 下面请看 功法掩饰 第二手 水上暗瓢 水上暗瓢是挤劲 需用大树大展的试法 方能念经 可将人暗得上射 虽不上射 亦必倒栽聪益 下面请看 功法掩饰 岁灯�� 岁灯�� 岁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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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ve 岁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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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第三首敌球 敌球弯弹而丢之 下面请看功法演示 第四首燕子取水 燕子取水又名水中飘瓦 思泉四下丢之境 另一境即直下插野 下面请看功法演示 第五首梨猫上树 梨猫上树是摸法 其落足时催静少而灯静大 有踩他地之意 其身法前仆手细直落 而其顶星要有射他天之境 下面请看功法演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